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蜗牛在拥图》,我是岛主 今天是自我隔离的第九天了 这几天隔离时间确实也很忙了 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咨询交流 我现在筛出了一些大家可能都比较关注的问题 集中了我在这里说一下 这样的话很多小伙伴也就是对拖垮房车友大概的了解 首先我们先说这个是指尖弥漫着烟草味的一个车友发来的信息 按照您说的我直接问问题 6到8米,6米以上也就是8米内总质量4.5吨以下 按规定是不是驾驶员驾照要B照 排量是4.0的越野车 当然我看到很多近8米的中置轴前车还是挂蓝牌C照 我想知道生活中上纲上线的说法是什么 谢谢 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 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关注我们拖垮房车的一个驾照的问题 这里我说一下 根据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我们C照驾驶小型载客汽车是可以牵引中置轴旅居挂车上路行驶的 具体我们可以牵引的旅居挂车是什么规格的呢 我说一下 小型载客汽车可以牵引长度8米内宽度2.5米内高度4米内重量2.5吨以内的 中置轴旅居挂车上路行驶 具体你的车适合于拖多大的多重的呢 稍后会整理一下 因为这个还确实是不一样的 有些车可能拖的呢 在重量上是有区别的 那稍后我整理一下 会给大家专门拍一个视频分享一下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海洋之心问 蜗牛兄弟我想问一下你做自媒体赚钱吗 我也喜欢旅游可一直下不了决心 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 还有你说发了几十个平台能介绍一下吗 这里说一下 其实我估计做出名的应该是赚钱的 做成大咖的 但我现在你要说不赚也赚 但赚的真的不多 肯定没有上班赚的多 因为我是也在本职工作也是上班嘛 这个也是业余 那做好了收入是可以的 但这个大多数的可能大家都是 是以爱好为主的 我建议还是 如果不是专业从事这行的 你还是以爱好为主 一点一点逐步介入 不要果断的辞职 真的就从事这行 其实还是个人感觉风险蛮大的 你要指着这个养家可能有难度 我们这个大的平台呢 就是有这个头条 百家号 企鹅号 网易号 哔哩哔哩 还有什么呢 反正挺多的 我意识我记不太多 一点号还有大鱼号 你可以百度搜一下 小蜗牛在永途 那你就能看出来 大概有多少个平台 上面都有的 都能搜得到的 下一个问题啊 这个是叫一片天空的 这个车友问 你好 我看到一段视频 是你和儿子在房车里睡觉 请问一下 如果在零下十度的地方 房车里取暖效果怎么样 一般用什么好 是这样的 如果你你有电的地方 那是无所谓的 你用空调也行 用什么都成都没问题的啊 用这个电取暖器 小太阳啊 包括这个油丁啊 都可以的 那没有电 在野外呢 个人建议还是这个用柴暖 柴油燃油取暖器 这种呢 柴油方便买一些嘛 而且如果用燃气的 可能车门比较高 进口的特鲁马也是比较贵的 那就是用这个柴油燃油取暖器 相对那个就是价格要便宜一些嘛 买个大功率的啊 取暖是没问题的 零下20度也可以的 没问题 这里有一个网友问是 请问一个问题 我是Saber蓝牌 能拖10米的旅居挂车吗 行驶正式上是轻型旅居半挂 Saber蓝牌 它的车是凯迪拉克的 越野车 这个属于是小型赛克汽车 小型赛克汽车 可以牵引的拖挂房车的长度 就是8米内的中日轴旅居挂车 但是你说的是旅居半挂 应该就是中日轴旅居挂车 如果是那种就是 叫街市那种旅居挂车 只有那个皮卡才可以 你这车肯定是不可以的 而且你这个车能拖的 轻型中日轴旅居挂车的长度 就是8米以内的 10米肯定是不行的 回复一下这个网友 东北大汉 你好我是拖挂小白 原计划开车去杭州大女儿那过年 然后自驾三亚北海等地方 三月份回来参加北京防车展 这场疫情全给泡汤了 懂车地关注了你 马上闲下来了 计划一两年入手防车 每天晚上功课 不如拜师之间 未来关注持续中 这个不是问题 这个好的 谢谢 在这里面 那个刀主也非常感谢 大家的支持与关注 分享快乐 分享快乐 房车生活 然后能在这么无聊的日子 还能做一些 自己感觉有意义的事 其实感觉日子还不错 晚上喝点小酒 都格外香 我看看还有没有了 这个我筛选了几个 今天是 这里有一个乌鲁木齐的火花离魂的网友问 哥们新年好 我是乌鲁木齐的 四天前给你的公众号留言了 我很喜欢你的节目 也很想买一辆房车出去玩 而且我特别喜欢钓鱼 野外环境还是比较恶劣的 不知道一般的房车 能否扛得起灶 就是能否经用 他的意思是 或者选择野外房车吗 还有如果在野外生活 是不是要求水箱 电池等容量大一些 这里我跟小伙伴们说一下 我们选房车的时候 还是根据自身的需求 你比如说我们乌鲁木齐的 火花离魂的车友问的问题 首先它是钓鱼 你钓鱼 你走的路 我跟几个钓鱼的钓友 也沟通了一下 你走的路 基本上有很多是非铺装路面的 你们都爱玩越野的 这个时候你要选一个拖挂房车的话 各种路况都有 你肯定要选一个越野拖挂的 你喜欢钓鱼的哥们 其实它对这个房车的体验要求不高的 大部分时间是钓鱼 然后车里睡一觉 如果你是这一种的 我个人建议你买个小一点的越野拖挂 现在有 有那种小的越野拖挂 是吧 可能没有卫生间 但是你睡一觉 基本的功能都有的 做饭的 这个水箱的功能都有的 那具体你的水箱电池要多大呢 还是根据你自身的需求 对吧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能耗需求 那我个人建议 如果你就是主要以钓鱼为主的话 修鲜为俯的话 那就可以买一个那种小一点的 这种小的车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走非铺装路面的时候 因为你前车跟后车 前车的马力很大的 你基本上像你这种越野车 基本都是3.0 2.5排量 3.0以上的排量的 那么你拖一个那么小的拖挂 你走到哪里的游刃有利 但如果你要拖个大一点的 1.8吨 2吨左右的 其实如果非铺装路面的话 道路泥泞的话 可能也会拖不出来 你路是可以走 但如果泥泞的道路怎么办呢 但是小了拖挂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 对不对 你甚至几个人 你那个给它推一下也能出来 这个就是轻嘛 方便一些 所以买房车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根据自身的需求 筛选一下 或者把它写在纸上 一条一条筛选 这样你就选到你最合适的房车了 相对理性一点 好了 今天的这个答 网友问的环节就到这里 以后每天呢 我都会搜集一些 大家所关注度多的这种问题 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样大家看到了之后 可能也会就是 对拖挂房车 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 那这里再说一下 有小伙伴们 如果有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你看到这个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我看到的话 都会一一回复大家的 大家也可以 那个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小蜗牛在拥图 每天也有更新的 方便大家查看 转发 我的微信号是造假树下全屏小写 大家可以直接加一下 然后加我微信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直接问 不用客气 还有问的时候 大家最好是这个打字 我回复是语音 因为真的每天那个量还是蛮多的 有的时候我是从上 咚咚咚回复下来 然后上面突然你又回复一句的话 我就忘了是之前聊的什么内容 我还要再看一下 如果打字的话 我就看的就是一目了然了 如果是说话 我再重新听的话 还要再重新听一遍 好吧 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也是岛主自我隔离的第九天了 第九天感觉越来越忙碌了 挺好的 挺充实的 分享快乐 分享快乐 房车生活 我是岛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